电影爱瞎看,陪你砍大山,回来到瞎间看,我是老二 戏剧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瑰宝 前段时间我们看了和木偶戏相关的电影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和戏剧有关的电影《洗神报仇》 在戏般的古老传统中,道具布娃娃名叫洗神 洗神放置在衣箱中不可翻转 相传洗神翻转大祸临头,为何会有此之说呢? 老二将在结尾和大家详细分享 咱们先来看影片 这流传至今的禁忌有人无意间触犯了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一对戏班来到异地演出 必不可少的第一部工作便是破台 以此来驱走陌生戏台上的邪气 保证演员们的顺利演出 由演员徒手扭断攻击头 将鸡血淋洒在台上 最后再把鸡头高高记起 破台仪式进行得很顺利 演出也正式开场 精彩的剧目吸引来了当地的城防司令 谭司令 然而就在此时的后台 禁忌被打破了 帮攻小珍无意间把洗神翻了个身 这一幕让扶神大惊失色 一巴掌打断小珍 随后对着洗神默默参拜 而自此之后 厄运就缠上了戏班内的众人 谭司令看着舞台上的蛋卷 于彩云不禁连连称赞 待表演结束 他更是直接来到后台 想要请彩云共进宵夜 彩云听后只是嘲讽般笑了笑 谭司令的副官见此情形 直接上前准备动手 后台顿时乱作一团 索性五声白玉楼出手相助 可谭司令怎会就此作罢呢 不过这场争斗实在令人捧腹 因为彩云是个男而身 玉楼为人端正 直接出言斥责 枉法何在 眼看矛盾将要激化 班主及时出面 对着谭司令连连作一 但谭司令丝毫不在意这些 因为他再次被另一人吸引住了 这人便是戏般的当家花蛋 华玉蓉 听到玉蓉将要上台 谭司令一脸的坏笑 回到舞台前观看演出 台上的绝代佳人 瞬间让谭司令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不想此时后台再生祸乱 扶射一脸惊慌的大喊 小珍出事了 此时的小珍一脸怪异妆容 手拿扶尘乱挥一通 班主见词 立刻拿来宝剑 对着小珍念动咒语 谁知小珍丝毫不怕 还开心的想要宝剑来玩 这一幕吓得班主连连后退 小珍中邪了 索性身后的演员 春来手持青龙咽乐刀 直逼小珍搏梗 小珍顿时满脸惊恐 直呼再也不敢了 随后便晕倒在地 事情解决 众人立刻散去 接着准备演出 然而刚一下楼 副官就找上了班主 谭司令要在府邸 宝请戏班众人 但是这场晚宴显然没好事 谭司令的目的正是玉蓉 他拿出名贵的金表 想要送给玉蓉 玉蓉自然能猜到对方的用意 笑着拒绝了 这可把班主急坏了 西班来此 演出谋生 肯定要看着谭司令的脸色 把他得罪了 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情急之下 班主急忙 忽言相劝 玉蓉只好假意书下 将金表放在了饭桌上 看到美人微笑 谭司令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可事情并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 副官拉着班主来到门外 表明谭司令想要纳玉蓉为妾 而且谭司令不喜欢用墙 想让对方心甘情愿 这让班主十分为难 因为玉蓉和玉楼是青梅竹马的师兄妹 两人早就是恋人关系 自然很难拆散 但副官不管这些 只是让班主自己想办法 说话间更是拿出一百块现代羊 当作好处费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班主收了钱 赢下了此事 谭司令的表现 玉楼自然也看在眼中 不带众人一起 他拉上玉蓉便离开了 那只金表也就留在了饭桌上 这也坚定的表明了玉蓉的立场 可这件事还是让他们心生感慨 玉蓉精彩厌绝 唱功了得 本来能去到更好的戏班 但他为了能和玉楼一起 放弃了众多机会 不过他从不觉得委屈 他相信通过两人的努力 一定能有幸福的未来 然而就在两人说话间 小珍突然推开房门 他一脸憔悴 双眼无神的站在门口 片刻后又一言不发的转身离去 感受到小珍的诡异 玉楼跟上去查看情况 不想碰到了从当铺回来的小龙 小龙一人在外打拼 生活不易 又碰上家中生变 所以便典当了一切值钱的随身物 听到这里 玉楼毫不犹豫的拿出两块大洋 这样的倾囊相助 让小龙感动不已 但他也知道 玉楼同样不富裕 不过玉楼很看好小龙 毫不吝啬的鼓励着他 这时班主也提前回来了 可他没有丝毫停留 直接来到了玉蓉的房间 谭司令他不敢招惹 所以直接和玉蓉开门见山 更是直言跟着玉楼能有什么前途呢 此时的玉楼就在门外 听到这话他直接踹门而入 班主也知道自己所做之事并不光彩 拿上钱灰溜溜的下了楼 然而刚正不阿的玉楼不会就此作罢 他向班主下了最后通牒 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他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一下让班主眉头紧正 本以为用钱就能解决 可没想到两人是滴水不进 不过更心烦的不止这些 疑似中邪的小珍竟然怀孕了 明明是个黄花大闺女 怎会莫名其妙就有了身孕呢 戏班之中基本都是男人 小珍又不会自己外出 这难免让福审猜测 肯定是戏班中的某个人搞出来的丑事 看来这戏班中果然暗流涌动 班主想要出卖旗下的演员 而演员们之间同样不团结 一场花蝴蝶表演过后 玉楼气愤的要求班主 将春来的戏份全部换成小虎 因为春来在台上公报私仇 水平更是不如小虎 不待春来接话 他的好友文武管事金贵便不愿意了 谁来担任哪个角色 全是金贵说了算 现在玉楼想要换人 难免让两人剑拔弩张 眼看后院起火一众演员急忙上前劝阻 不过大多数人都是站在了金贵的身后 玉楼身边的只有长林和小虎两人 这不难看出玉楼的性格并不招人喜欢 一旁的班主知道机会来了 演出结束后他找上了金贵和春来 没有丝毫犹豫 他全盘拖出了谭司令看上玉蓉的事情 如果此事不成 那全戏班的人恐怕都要死 现今之计就是除掉玉楼让谭司令得逞 美约其名为了保护戏班里的所有人 但金贵和春来也不傻 杀人可是重罪 一旦事情暴露 出事的只有他们三个 凭什么其他的人就能坐享其成呢 这话让班主很是认同 而他给出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动手 参与到除掉玉楼的计划中 一日的演出前 三人召集来戏班的所有人除了玉蓉和玉楼 众人煞血威猛毫不避讳的共伤杀人大计 这其中就有和玉楼交好的长林和小虎 然而双拳怎敌四手 虽然两人知道了这个阴谋 却根本无法将消息传给玉楼 可怜玉楼依然全心投入在表演之中 春来却趁着和玉楼的对手戏时 直接拿出匕首刺向了玉楼的腹部 身边众演员立刻抓起玉楼四肢 将他高高举起 抬回后台 台下的观众毫无察觉 只以为是戏曲的一部分 纷纷拍手叫号 玉楼惊恐的呐喊也被鼓声和掌声淹没 此时后台的众人早已准备号 玉楼直接被黑绳锁吼 套在马带中 这还没完 现场的每一个人纷纷拿起匕首 一刀刀刺了下去 就连不情愿的小虎和长林 同样被逼迫着痛下杀手 可这一幕被众人挡在身后 上台演出的玉楼根本不曾看到 如此残忍的行为 就连鬼神见了也会为之侧目 身为黎原大师兄的喜神 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他借着小真之身降临戏班 班主害怕小真的意外会败坏戏班名声 所以暗中吩咐福婶将小真送到乡下 可就在路途之中 小真突然失心风一般跑到大石头前 画起了画 随着一声震天的闪电劈下 小真应声道地 当福婶上前查看时 小真的脸竟然变成了惨白的大头娃娃 细细看去不正是喜神的面容吗 下一刻小真的肚子不断变大 最后炸裂开来 一只木雕的惨白手臂缓缓伸了出来 福婶哪还敢多呆 大叫着跑回了戏班 听到这个消息 班主盯住福婶不要声张 他来到衣架前 扯下一件白色上衣的衣角 前往现场查看 班主并没有打算埋葬小真 只是将那一脚衣服塞进了小真的手中 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可将士的戏身早已知晓了一切 做完这些 班主立刻回到戏班 带领众人将御楼的尸体藏在了舞台下的木板中 一日一早 众人都在后台吃着饭 唯独少了金贵 还有被众人解决掉的御楼 班主竟然还明知故问 御楼去哪了 小虎想要出言揭穿众人的丑恶嘴脸 但下方正有一把匕首紧紧顶着他 说话间 副官带着部队闯进来直奔御楼的房间 好巧不巧 一个白衣人突然从二楼跳下 闪身逃了出去 彩云也在一旁装起样子 那装束不是御楼吗 但在座的众人都明白 那根本不可能是御楼 而是金贵假扮的 目的就是栽赃已经死去的御楼 副官等人到此正是为了抓捕御楼 原因则是小镇的尸体被发现了 尸体手中握着的正是班主放去的御楼的衣服 御楼被同行残忍杀害 死后还要遭此诬陷 班主更是趁着机会进一步哄骗御荣从了谭司令 难道这京士般的冤案就要这么结束了吗 不会的 当演出再次进行参与杀害御楼的一名演员突发意外 生生摔死在舞台之上 就在他腾空翻身的瞬间 御楼愤怒的身影赫然现现而出 这还没完 御楼的鬼影换回了一身白衣 找上了御荣 此时的御荣还不知道 面前的男人早已是一缕冤魂 鬼影也不说话 竟直带着御荣来到舞台上 下一刻御楼变回自己那惨死的模样掀开了地上的红毯 御荣仿佛有所感应痛哭着想要打开地板 声音惊来了戏般众人 他们立刻抱起御荣生怕他发现木板下御楼的尸体 众人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 但御楼的报复还在继续 又是一位演员被调警在后台之中 而那吊警之物竟然是白色的纸条 这诡异的一幕让彩云尖叫出声有鬼 话音刚落 班主发现后台的伙计也不见了 看着一旁晃动的衣箱 班主立刻喊人打开 里面正有着一具尸身 而木雕娃娃洗神正躺在旗上 凭空翻过身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班主依然没有悔改之意 反倒是让金贵去请大河镇的另一位武生 萧元庆 目的就是上年一出白鸟嘲讽 以此驱除御楼的冤魂 但身怀惊天其冤的御楼鬼魂怎会同意 那宝刚莫名燃起熊熊烈火 随后砰的一声炸开 御楼的鬼魂应声而出 横身闪躲在戏台上 一出白鸟嘲讽后 班主等人渐渐放下心来 准备强行把御荣送进司令府 一旁的长林听到这计划 立刻带着御荣逃跑 不料刚一出门 正遇上了金贵请回的萧元庆 逃跑计划就这样泡了汤 这萧元庆是远近闻名的武生 耍的一手好飞刀 彩云看着这魁梧见朔 男子气十足的新搭档 心中再次有了想法 元庆也看出了彩云的想法 故意踩了他的脚出气 而后假意道歉 请彩云喝酒 彩云毫不自知 还以为好事将尽 不想这一切都是元庆的整骨 凭空漂浮的酒杯 墙上诡异的人影 瞬间让彩云惊慌失措跑了出去 迎面正撞上了围在玉戎门口的班主等人 元庆得意一笑 可再次转身 他发现设计的人影竟然成了真人 而这个人正是玉楼的鬼魂 片刻后元庆跟出门外 对班主等人毫不客气 仿佛已经知道了众人的诡计 他索性坐在了楼道之中 阻止众人强行带走玉戎 总算是度过了有惊无险的一夜 第二天演出的重头 便是元庆和彩云的对手戏 可原本昨天已经排练过的剧情 元庆却失手了 应该说是玉楼的鬼魂再次开始了复仇 玉楼打偏了元庆的手 那飞刀不偏不倚扎在了彩云头间 元庆坚信自己不会失手的 表演时仿佛有人推了他一下 班主在一旁出言安慰 表示不会报官 元庆没有多说 但心中仍然奇怪不已 夜晚他独身一人来到舞台上 心中所想还是白天之事 突然间他仿佛变成了玉楼 再现了那天被众人杀害的过程 不可置信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元庆被惊得连连后退 只能不可能 但一个声音悄然响起 不可能的东西就发生了 出生之人正是小虎 短短的接触他已看出元庆为人正直 没有顾忌小虎倒出了玉楼被杀的真相 更是让元庆想法解救玉楼 知道事情并不简单 元庆直接找上了玉楼 玉楼同样知道 能够逞奸除恶的人只有面前的元庆了 两人一番交谈详细沟通着计划 谁料班主突然推门而入 而元庆也没有多说 应付了一句便转身离开 他直接找到戏班的衣箱 将洗神之身翻了过来 逞奸除恶怎能少了离元的大师兄呢 洗神也目睹了那一场惨剧 同样听到了元庆的祈祷 待到夜深人静时 衣箱凭空打开 洗神真身降临戏班 此时的洗神早已不是那个小小的木雕娃娃 而是变成了常人模样 只是那头部依然是惨白的木雕脸庞 洗神腾空而起 浇灭了戏班供奉的香火 宣泄着对这戏班众人的愤怒 一日演出的戏剧名为青石山 在剧中狐妖退剧 后台的道具突然凭空爆炸 元庆知道洗神前来报仇了 下一刻台上扮演周仓的演员口喷烈火 但神将之火砖烧奸邪之人 可台上之人因为私心手刃同行御楼 这做法显然触犯了神将威严 烈火熊熊燃起 瞬间吞没了戏台 那演员同样包裹在内 大火之后戏院变成了废墟 元庆拿上行李准备带走玉戎和小虎 双方立刻剑拔弩张起来 一个黑衣人影凭空出现 直接砸死了一人 那人影正是御楼的鬼魂 诡异的场景让众人不敢有所动作 元庆趁机想要离开 谁知副官再次带着部队赶到 戏班发生了多起命案 他们不能坐视不管 但这只是明面上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为了让玉戎就范 班主一脸的阿谀奉承 连忙点头答应 部队团团把守下 有两人坐不住了 这些部队只看守主角 他们这种小角色根本不会在意 想到这里 两人立刻行动 偷偷溜了出来 虽然顺利逃过部队 但是他们忘了 还有御楼 两人同样是凶手 怎会如此轻易的逃掉呢 两人拼命跑了许久 到头来才发现是在原地打转 而拉住两人的正是御楼的鬼魂 下一刻 那浑身是血的身影赫然显现 两人不想坐以待毙 纷纷提刀砍去 但根本伤不到御楼的鬼魂 御楼愤怒出手了结了两人 等部队追上来时 直接开枪捕射 两具尸体出现在众人眼前时 已经是千疮百孔 这瞬间威慑了在场的众人 部队的看守不仅仅是因为命案 更是因为谭司令大寿之日需要戏班的演出助性 而谭司令对御荣的计划也将会在那天实施 小虎第一时间就看出了这则阴谋 他联合元庆准备在大寿当天行动 一来首任这些奸恶之人 二来为御楼报仇血恨 这也代表着戏班即将走向灭亡 果不其然 这次的破台仪式 机头扭了两次才掉下 显然一切都将在今晚有个了结 当御荣演出完成后 直接被部队压接着走向了后院 这一切都逃不过御楼鬼魂的双眼 四周的物品突然凭空飞起砸向班主 班主顿时惊恐不已转身就想逃跑 可迎接他的却是凭空出现的御楼 下一刻屋顶上的电线垂落而下 直直挂起在了班主搏尖 而上台演出的元庆和小虎也选择了出手 一柄利剑直接扔在了谭司令面前 然而小虎终归是血肉之躯 片刻间便倒在了乱枪之下 但这一切都没有结束 一阵诡异的烟雾蔓延开来 戏神和御楼的身影交相辉映在戏台之上 台手间身亡的小虎凭空起身 脸上妆容自起 台上众人同时发生异变 纷纷向着谭司令杀去 元庆和长林更是犹如天神附体一般 无惧刀枪攻击 但身后的金贵等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先后中枪倒地 小虎一马当先带领元庆和长林冲杀而上 副官和他的部队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神器 很快就死在了正义之剑下 就在此时 原本死去的金贵等人竟同样凭空起身 杀向小虎三人 原来是彩云三人的鬼魂献身 他们同样要找御楼报仇 但小虎三人不仅有御楼相助 更有喜神从旁坐镇 自顾邪不胜正纵使三厉鬼联手也不够承受喜神之力 愤怒的喜神睁开了他的双眼 只是一息之间面前众鬼便被真火焚尽 单指虚空一化火圈显现而出 春来厉鬼根本无法抵挡败退而逃 喜神口出圣水直接将他化为泡沫 而喷火的演员再次被烈火倒射全身 当场崩碎 彩云摇身一变化为厉鬼原貌 但这依然不是喜神的对手 碰撞之下厉鬼彩云同样灰飞烟灭 此时的大厅之中只剩下了恶人谈此令 御楼鬼魂愤怒出手 一箭刺穿了他的心脏 终于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可身中竖枪的小虎失去喜神之力倒地不起 他再次和御楼重逢 目送袁庆和长林带着御荣离去 两人身后的正是黎原大师兄喜神 全篇完 说起喜神地位可不一般 他是戏剧界的大师兄 一上台来且留神 一边财神一边喜神 财神手拿着摇钱树 喜神手拖着那聚宝盆 这传统的唱词足以说明喜神在黎原行的地位 别看喜神只是个木雕娃娃 他的实际地位却仅次于黎原祖师爷 是戏班里的吉祥物 又被尊称为戏神 一个戏班案例只能供奉一尊喜神 喜神在一些剧目中是必须出演的角色 比如四郎探幕中公主与四郎的小阿哥 长板坡中子龙将军怀中的阿斗 二进宫中李燕飞怀里的幼主等等 喜神在戏班后台之中禁忌也是很多的 完成演出任务后 喜神后台归位 都是慎重收藏于香柜中 放置的时候必须将其脸朝下不得仰面 原因是戏班成员见到喜神都要行礼 所以脸朝下避免频繁行礼 也有的说如果喜神面朝上 就会突然不翼而飞 戏班也会自此没落 如果西班外珠参加堂会在别人家演戏 后台没有了祖师神刊怎么办呢 演员们通常都会对着衣箱作衣 这是因为有喜神在箱中坐镇 临时替代祖师爷的功能 本剧中也提到了多部经典戏曲 比如花蝴蝶 青石山 金钱豹 白鸟巢凤等 小伙伴们对戏曲了解多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老二哦 オープン 董事官 小伙伴们对于